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 截统双龙弓的一个比赛 也是群雄逐落 第四赛季的一个预选赛 冠杂皇这边截统双龙弓 还是化身捕头无敌 三个辅助 对面是一个三宫队 双灵波一魔王 天宫加化身似的一个组合 对面这输出还不低了 你看打到冠杂皇宝宝身上 非常的疼 最主要对面有个魔王 有一说一二 就是法系还是比较克制冠杂皇 但是前提 你得把前边五个 鬼魂宝宝先杀掉 以对面凌波城的一个伤害 杀冠杂皇前边这台宝宝 问题不大 然后魔王来针对 冠杂皇的人物单位 那就容易很多 魔王先起一个牛禁 你是圣灵之甲 对面是碎甲树 都省自己的一个操作 野兽先补一补 也不用太着急 慢慢来 点着黄月也能打两千多 这输出是足够用的 解开封印 顶金莲 这关杂皇这恢复也厉害 关杂皇这补夺山 他是一个宙师补夺 点灯的话点了六百多 龙弓秒过去 数据也还凑合 毕竟是两个打了龙弓 魔火焚射 罗汉盖起 有罗汉关杂皇基本也是秒不太动 两个灵波秒过来 感觉先打掉一个 哎 差一丢丢 哎 现在可能比较难受的就是魔王跟他两个灵波尘的输出啊 连贯不起来 这个是比较难受的 这关杂皇前面宝宝已经被打成残血了 但是中间夹着关杂皇三个辅助 又给你恢复了一波 魔王就秒不死这一波宝宝 效力藏到空一空 两个灵波尘 我看一下什么经脉啊 如果是真军显灵的 竞买一个真军 两个真军 两个真军显灵的话 机会很大 有爆发力吗 所以接下来就可以攒一攒 把战役往上攒一攒 真军显灵打一波爆发 也可以 哎 他现在金刀怒 把战役全用了 但你也清不掉这些宝宝呀 哎呦 差一点点 开花 哎呦 那好像能清掉 还能把一个龙龟杀掉 关杂皇这边 无底洞自动了 还能再杀个龙龟杀 还能再杀个龙龟杀 剩下两个 这样对面就可以打到关杂皇的人物单位了 抗性加的比较多 看看魔王秒过来的一个数据怎么样 秘传法术一个 秒过来两千六两千多 魔王还不错了 没有前面宝宝帮着扛伤 怪兰皇人物他也不好扛 但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就是 对面的输出 他是分散的 两个龙龟跟魔王 连不上这个输出 而且两个龙龟杀 他也没确实说 把这个战役叠加起来 去真军显灵 这样你的突破力是不够的 啊 突破力是不够的 炸蓝 你有罗汉他就炸蓝 错乱在控制 没风中 惊奇吧 再来把大秒 这一会儿这前边的宝宝站起来 对面可就要哭了呀 或许皇宫第一时间处理掉 没罗汉他就龙卷欲见 有罗汉他就炸蓝 不许四千五千八 怪那方有点 遭不住了 还得是魔王 凌波城现在作用一半 现在主要是魔王 再来一个金青 人物又恢复过来 一千三一千八 这难受了 两个宝宝站起来 这青宝宝灵波比魔王要好用点 最起码针对观念皇这套阵容的话 灵波比魔王要好用 但打人的话 魔王比灵波要好用 起个法宝 这 reckless 第五 金莲再回后去 罗汉一盖 握ณ 原金莲 得了对面受不了了 这一波宝宝站起来的时候 对面压力有点大 被关注黄折磨走了 因为这么耗下去 大家也看到药品了 关注黄基本不吃药 打到现在总共吃了三个药 对面他肯定是受不了关注黄这么折磨的 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循环力表 对面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的队友一伤点 好吧 就跑了 受不了关注黄的折磨 你不然真的会进入一个循环力表 他如果魔王能快过 关注黄这三个补助就好打 魔王快不过 他就不好打 没跑掉 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上司的音乐 - 差不多- 可能- 继续 - 继续 - 继续 - 继续